身色上衣帶安全帽一頭白髮 他就是高雄九區堂站 槍殺案方姓祝先 在88快速道路橋下被警察逮捕 完全沒反抗 似乎早知道有這麼一天 而殺死兩人的作案手槍 就放在機車置物箱 應該是有一些 就是覺得神的氣氛 槍殺案地點九區堂火車站 地上留有大片血跡 警方立刻拉起封鎖線 事情就發生在7號傍晚5點50分 兇嫌方姓前夫跟簡姓前妻 離婚18年但同住一個無言下 約在車站外談判分房產 但一言不合 兇嫌竟然逃槍 前妻逃往附近卡拉OK店 但附近留姓和無姓友人來勸阻 卻被兇嫌連轟 10槍後逃逸 兩名何氏佬當場死亡 前妻隔著玻璃窗 親眼目睹前夫槍殺好友 心有餘悸 其實前夫是名麵包店師父 自己有店面 但因為罹患癌症 再加上愛賭欠一屁股債 地下錢莊上門討錢 最後麵包店收掉了 因為他前一年多 有地下錢莊的來討債 是來找我 就連隔壁鄰居都差點 找到紅台味 這才知道 麵包店老闆似乎生活有點複雜 胸鏡疑似欠下大筆賭債 但房子又在太太名下 想把房子討回來 但談判破裂 走投無路下才會憤而開槍 應該是一些感情上的因素 還有一些金錢上的分配的問題 為什麼要開槍 犯案動機胸前嘴巴 必僅僅一個字都不說 疑似爭奪房產還債 想槍殺太太 兩名全家有人卻無辜枉死槍下 警方15小時內迅速破案 但由於高雄一個禮拜內 連續發生兩起槍戰 警方也將持續追查腸池來源 記者蔡宗勳 王淑豪 劉朋友 SF小組 高雄導